欢迎大家来到IOH讲座 首先我们先感谢蓝金的隔一门林经理 人生定位及努力一样重要哦 那这边呢,是我工作讲座的目录 首先我会先自我介绍 我的座右铭是work hard, play hard 那通常牙医呢,都会固定在同一个地方行医 那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有想出国旅行的时候 那如何介绍工作以及兴趣 就是我这次讲座的主题 那在医疗这个行业呢 除了专业知识之外 人际沟通也是很重要的 那在牙医这个领域呢 美学又更为重要了哦 在看似高收入以及高品质的生活背后 其实是有着高工时以及高竞争的工作环境 那因为竞争,所以时常需要出国去吸收薪资 那也可以把自己喜爱旅游的心一起带上 结合工作以及兴趣 我之前是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担任住院医师 那前一阵子刚从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所毕业 在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所担任牙科的研究生 那同时也有在诊所去担任诊所的医师做兼差 工作之余呢 在假日的时候也会参加旅行的分享会 去听听别人的讲座分享 像我前年去伦敦参加世界矫正大会 除了发表自己的研究论文之外呢 我也多请了几天将到周围的国家冰岛 去看看这个国家的新兴的形态 因为这个国家才刚破产 所以我以为会看到一个比较贪婪的面貌 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们冰岛人还是依然的友善热情 来欢迎观光客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像在去年的我有参加美国矫正学会 那举办的地方呢 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 那我就顺便去周边的古巴 去看一下这个共产世界 刚与美国资本主义接触的不同的风貌 接下来进入讲座的第二个部分 医院介绍 那以台湾医院评鉴的方式呢 分级可以分成医学中心 区域医院 地区医院 以及诊所 那像医学中心 区域医院 以及地区医院 都可以担任教学中心 都可以收纳住院医师来做训练 那当然资源最多 规模最大 病人最多的 也都是在医学中心 不过呢 在区域医院 以及地区医院 他们有的时候也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也有的住院医师 会到一些区域医院 或地区医院去做学习 那诊所的主要功能呢 就是治疗病人为主 像我之前待的 就是在高雄医学大学的 附设医院 担任医阿科部的医师 那像刚三医院就是属于地区医院的部分 那像现在有些地区医院 也都是由医学中心去帮忙接管 所以他们的规模 以及治疗的资源 其实也会跟医学中心非常的接近 那接下来进入牙科的介绍 其实牙科如果要细细的分科的话 其实也有分成八大科 像是保存科 亚洲病科 矫正科 口腔病理科 厌妇科 家庭牙科 儿童牙科 以及口腔外科 那除了口腔病理科 是专门在医院里面之外呢 其他一般的牙医师都可以做 像保存科到口腔外科的事情 他们都可以做的 不过在医院呢 因为规模资源都比较多 所以比方说像有些检测仪器啦 就有可能在医学中心是可以看得到的 或者是一些新材料的使用 都可以在医学中心使用 在做病人治疗的计划来说 也会比较完整 那以保存科为例 比方说如果有人 平常撞到牙齿断掉 或者是说取齿注导比较严重 需要根管治疗的话 都会转接到保存科来做治疗 那另外我所待的角征科呢 主要是借由排列牙齿 来改善病人的外观 让病人变美一点 变漂亮一点 接下来进入牙医师的养成 那我们探讨口罩背后的人生吧 那牙医师的养成呢 跟大学一般的养成是不太一样的 因为总共会有六年的训练 那在牙医系最后呢 就还会有见习跟实习 最后毕业之后 通过牙医师的国考 才会真正的成为牙医师 那如果是在国外念牙医系的学生呢 也会需要通过牙医的检定 虚历的检定之后才能在台湾进行职业 那如果说有些医师对自己有更高的期许 会希望更精进自己在牙科的部分的话 就可以参与毕业后训练 或者进入专科的训练 那以牙科来说呢 前面四年主要都是以学科的学习为主 将前人的知识以及累积的经验 如何治疗会比较好 他们的分析 他们的研究 还有写在课本上 让学生做学习 比较有完整的统整 那另外在牙医系部分呢 也有很多的时间会在实验室做一些制作 那比方说维持器的制作啦 或者是说假牙他们的金属支架 制作的时间也是都有的 在牙医系第五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让学生到临床 去看医师实际上是如何治疗病人的 包括一些沟通的技巧啦 或者是说一些治疗的顺序的方式 跟使用的材料 那在第六年的时间呢 实习生就可以真正实际的操作病人 那真正病人交到实习生手上之前呢 实习生都必须做过非常多的模拟训练 让老师们确定这个学生是没有问题的 才会把病人交到他们的手上 那工作之后呢 就开始成为牙医师继续工作 那也有的人会进入毕业或一般训练 那都会多一些课程 比方说急救课程啦 或者是健保事物的学习 或者是进入专科的训练 针对某个特殊的专科去做学习 那在医院里面呢 因为病人比较多接收到的案例通常都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他们就有更多的经验 可以去治疗病人 那在作业医师当到最后一年呢 就会成为总医师 总医师算是作业医师里面的头头 负责掌管整科的科务 那如果说作业医师跟总医师训练结束之后呢 考到了专科医师的执照 那就可以成为主治医师 那有的医师呢 在自己的专门里面 有更精进的研究的话 可以做一些分享 可以成为讲师或者是教授 那主治医师在医院里面的功能跟工作呢 主要是负责病人的治疗计划 订定他们的治疗计划呢 并且掌握他们的治疗进度跟治疗流程 最后决定追踪的时间 在工作场所上面来分的话呢 牙医师在医院的话就称作住院医师 在诊所的部分的话就称作诊所的医师 当然牙医师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治疗病人 那但是在住院医师的工作内容方面呢 就还会有一些教学或者是行政的事物 那像医院里面的教学环境 通常是比较完整的 像我在高雄医学大学里面的话 主治医师的数目比较多 通常他们可以传承的累积经验就会比较多 那有的时候学弟们也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询问主治医师之后也会有一些教学相长的进步 那讨论的风气在医院里面也是比较盛的 那像我之前待的彰化在基督教医院的话 因为主治医师跟住院医师彼此比较没有位阶上的差异 所以讨论风气是比较畅通的 那在诊所呢也有点不一样 像在诊所医师有的 医师累积一定的经验跟资金 还有病人之外的话 就有可能累积起来 他们另外在开一间诊所成为开业医师 那通常开业医师呢 他们都是自己担任主治医师 算是一个独立作业 从病人从一开始到治疗中期到治疗结束 通常都有同一位医师负责 虽然自主性比较高 不过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负责的话 通常压力会比较大 接下来我们介绍医院的位阶 可以说是白色巨塔的进阶史 通常牙科都比较和平 所以就不会说是斗争史 那在医院最期程的话 通常都是住院医师 慢慢升到总医师 最后再成为主治医师 那其实在住院医师 以及主治医师中间呢 还有一个我们称作Fellow的研究医师 那他们做的事情呢 其实跟主治医师还蛮像的 不过他们会慢慢开始负担一些研究的工作 那等主治医师有空位之后呢 他们就可以再升上去 当然在某一科待久了 如果被长官发现他有管理人才的长才的话 那也有可能会担任该科的管理人才 比方说科长、部长、副院长或院长 那不过以现在的医疗体系来看呢 大部分都是以医生为主 所以牙医师要成为院长的话 机会通常比较少一点 目前通常听到的都是有担到副院长 那接下来介绍牙医的工作内容 如果要介绍我们的工作内容的话 我可以说牙医其实是大家的好朋友 为什么说牙医是大家的好朋友呢? 因为啊 健保每半年都有给付大家洗牙的定期保养 那大家就可以每半年来看一次牙医 顺便来照顾牙齿的健康 就好像每半年探访一次的好朋友 而且来看牙齿啊 大家可以以最舒服的姿势 躺在沙发等级的治疗椅 那这种治疗椅通常很舒服 如果很好入睡的话 有时候10分钟就躺下来就可以睡着了 可以享受医师最温柔的环抱 看医生用最细心的眼神来帮大家做治疗 还有陪大家一起享受变美的过程 像是美白啦 或者是整理牙齿的门面啦 当然也有一些病人 他们不愿意接受矫正比较长时间两三年的治疗 有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假牙的方式 去改善他们自己的牙齿门面 创造漂亮的笑容 还有牙医师也会帮大家巩固牙齿 针对比较脆弱的牙齿做填补物 那牙医的工作时间呢 大部分都以约整为主 比方说如果有的病人要治疗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 那就会做一些调配 那以一天24小时来看 睡眠8小时吃饭3小时 那有的医师他们看诊的时间是一天8到12小时 剩下的休门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也有的医师呢 他们可能会一三五看诊那24就休息 基本上时间的调配是比较容易的 那或者是有一些医师他们会有想要出国 那他们只要在出国的期间避免约到病人就可以了 不过呢牙医师听起来好处多多 但是呢因为我们工作环境有一些聚合物 粉尘以及毒气 所以呢会造成牙医的寿命通常都比较短 台湾平均的牙医寿命其实才只有58岁左右而已 那加上有的时候牙医在治疗的时候 为了看清楚口内的死角 所以就会有知识不良的情形发生 那久了也有可能会得 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那在现在着重医疗沟通的时代呢 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医疗纠纷的新闻产生 那比方说病人 他们因为跟医师所了解的专业知识是不太一样的 或者是说他们没有清楚知道说自己治疗的结果 所以会产生一些误会 那在当牙医师之前 大家也都必须了解医疗纠纷的存在 的潜在风险 那以牙医的一天工作内容来看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治疗病人 所以一天早上去诊所或是去医院的时候 都会先预想病人治疗的内容 然后必须控制自己的时间 避免后面约诊的病人等待太久 那临床看诊就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 当然在教学医院里面就会有一些见习生或实习生 那他们在跟诊的时候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担任住院医师或者是担任主治医师的老师们 就会帮忙协助以及辅导 或者是说在下班之后呢 会有些装置制作的教学 以及临床会议的研讨 都会有所学习 那虽然这是花费一些额外下班的时间 但是回答学弟妹的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看他们崇拜的眼神 那有时候这些鼻泪感也会一扫而空 那在行政的部分呢 尊医师或者是总医师都必须负责材料的管理 避免材料用尽而没有材料补充 那或者是一些病人 他们会有一些跨科的需求 在这些治疗的过程中呢 就必须做一些协调以及沟通 那也是住院医师以及组织医师需要负责的 那还有医院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卫生教育的推广啦 或者是卫生检查 那也必须让医师去负责执行 那每个月的工作内容呢 又有点不太一样 比方说我们会整理病例的资料 那像现在牙医其实很流行 大家利用照片来检讨自己治疗过程的内容 以及进展 或者运用一些模型S光片来互相比较 当然在矫正科里面呢 有的时候我们会先运用软体 或者是蜡型 来模拟牙齿的移动 可以预先了解到说 怎样的治疗会有什么的副作用 那我们该如何避免 那另外在牙科也是会跟医科一样 会有值班的工作内容 那值班是什么呢 就是让医师24小时待在医院里面 负责临时来的病人 比方说有的病人是半夜车祸撞伤 他的逆额关节 或者是下额骨骨折 或者是牙齿状飞掉 那都需要牙科医师的帮忙处理 那通常呢 一个月有30天 那每个医师可能会有2到5次的值班 那因为值班是24小时 必须待在医院随口随到的 甚至有时候是会有半夜 必须要起来处理病人的状况 所以体力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每年的部分呢 都还会有学会的进修 比方说一些专科学会 或者是牙医师工会 他们办的一些演讲讲座 都可以让医师来做学习 可以了解一些新的治疗方式啦 或者是不同治疗方式的比较 来做一些案例的讨论 那牙医师利用照片 整理照片跟S光片跟模型 来让大家 模拟这个病人的状况 来做案例的讨论 那可以由不同的治疗哲学 去做一些思考 那像我们之前去学会 发表一些治疗案例 或者是发表一些研究内容 也都是在学会的工作 那像现在有些医师 也会有一些学术交流的机会 或者是有些国际医疗 国际之工 那有的台湾的诊所或是医院 也有去中国那边设分院 所以也有的医师是两边跑的 成为一种形态的空中飞人 那说到牙医的成就感 当然就是促进大家的健康 那我还有觉得 可以接触不同背景的病人 也是很不错的事情 那不过当牙医呢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挫折感的 那以成就感的部分来说呢 就是可以促进大家的健康 还有自己可以了解 该如何促进自己的口腔卫生 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遇到 不同背景的病人 比方说 像小朋友 他们开始长牙齿之后 就会有一些图佛保健的部分 成人呢 他们会有一些牙周照顾的需求 像乙法株 他们可能会有一些 假牙跟直牙的问题 所以我们都可以遇到 不同时期的病人 那还有 其实不分行业的人 都需要看牙齿 比方说牙医自己也要看牙齿啦 律师、警察、明星、学生 士农工商 大家都需要牙齿保健的治疗内容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 很多不同职业的人 那在认识他们之后 有时候也都可以跟他们聊天 生活圈就比较不会那么狭隘 那另外牙医的挫折感呢 就是有的时候必须让病人了解 治疗是有它的极限 那必须让病人了解说 他们之前的想象跟期待 要让他们了解现实的差异 那有的时候这就是沟通上 如果没有沟通好的话 就有可能容易造成医疗纠纷 那也是造成现在医师比较容易有挫折感的部分 那哪些人适合当接班人呢 首先就是愿意接触病人的人 因为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治疗病人 所以我们常常必须要友善跟耐心 就告诉病人说 他们的平常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一些瑕疵 那我们需要稍微的改善 像是比较成人以前他们小时候 接受到的口腔卫生教育并不多 所以并没有一天刷牙三次的概念 那如果他们来看牙医的话 我们就会慢慢跟他们解释说 一天刷牙三次的必要性 那当然主要就是以专业知识 并且有感染控制的概念去治疗病人 那这也是我们跟一般服务业是不太一样的 治疗病人是需要有合理性跟 是需要有合理性的 那尤其是喜欢手巧精工 喜欢把牙齿用得干干净净 漂亮亮的人就更适合当牙医师 不过牙医师也是有背后辛苦的一面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阴歇模型啦 或者制作一些金属支架 那他的粉层其实是很多的 有时候也会搞得有点狼狈 那接下来进入未来涨乱的部分 那累积的一般 牙医在累积一般的案例之后呢 有的时候多少会接触到困难的案例 那就会寻求不同专科医师的治疗专业 那或者是有一些牙医师他们想要精进自己的技术 的话他们就会进入住院医师或者是专科医师的训练 也可以加入一些学会啦或者是厂商他们的实作课程 藉由案例的分享、藉由实作的方式了解新技术、根系科技 不断的在充实自己 又或者是像我之前就是参加进入高雄医学大学的研究所 去针对一些临床的问题做研究 然后更做一些探讨 还有不同文献他们的看法 那或者是参加一些学会啊 也都可以了解一些不同的治疗方式跟不同的结果 所以研究所跟医院也是很希望大家过来来挑战新的案例 在担任牙医呢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比方说我们会去外 像我之前从几乎都是住在高雄 那后来到了彰化基督教医院去了解中部他们医疗的生态 还可以了解中部一些医师他们的专长 那如果说有一些中部的朋友啊 他们要问我们说 有没有推荐的牙医师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他们治疗的喜好 或者是沟通的方式来介绍医师给他们 那在彰化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呢 我也有做一些偏向的服务 那像这些偏向有的时候他们医疗资源不是那么够的 不是那么足够 比方说他们小朋友如果有取齿的问题的话 他们的父母可能都要开车一两个小时才有办法到市区去进行治疗 那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的医疗资源如此的不足 跟医疗的不可达性 所以在这个区域里面做一些卫生教育 从根本来预防助亚就是非常的重要 那像我之前呢 也有念研究所 那藉由学生的名义呢 去医学医院去做一些见习的参访 那我们也有一些学弟妹之前就是去申请加拿大医院的见习 那有的医院费用其实并没有很高 可能一个月左右大概是两千块左右 那就不会像真正去那边做学习的学生需要付高昂的学费 那也是念研究所可以环游世界的方法之一 或者是参加一些学会 那我就有机会去参访那个部分的国家 那也是方法之一 那接下来进入牙医的收获的部分 其实担任牙医收获最多的当然是自己啦 因为其实基数我们传播口腔卫生教育的知识已经很多次 但是呢 最重要的能收获的还是自己 因为我们了解该如何促进自己的健康 那还有就是当朋友们会有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帮助他们做咨询 那像我以前在大学的部分 在大学之前其实都是非常害羞的 那不上台报告就尽量不上台报告 那但是在开始当牙医师之后呢 因为我们会有一些文献的研讨 或者是案例的展现 所以上台报告的次数就增加了 那因为我在的科别呢 通常都比较和善 所以即使报告有一点错误 他们会温和的纠正 让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所以当牙医之后呢 我的害羞就是越来越减少 而且呢 像我去参加国外发表自己的研究之后 我都会搭配一些旅游的行程 那我就会觉得 去参加报告就没有那么紧张 因为后面有更快乐的事情可以发生 那在牙医这边呢 还有一个分享经济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那像是某个专科里面的大师 他们会愿意分享一些治疗成功的案例 分享给大家 让其他的医师可以观摩学习 藉由一些学会的发表的场合啦 或者是网络的介绍 除了医师本身可以观摩学习之外呢 其他的病人也可以了解那一位医师的专长 那一些医师也知道 大师及他的专长之后 有一些类似的案例 也许他就可以转给大师 那大师就可以累积更多治疗成功的案例 那其他的医师还是可以继续观摩跟学习 甚至慢慢一步一步达到大师的治疗成果 这算是一个分享经济的正向循环 我的IOH讲座到此告一段落 谢谢大家的聆听